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蘇雲霸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年在雙11買的幾樣東西 都跟身體有關 登登 就是這些 一個是專門用來對付肩頸痠痛的按摩器 那另外一個則是免接觸的紅外線額溫槍 好 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Let's go 那其實我本來要買的只是肩頸按摩器 那因為它剛好打折 比較便宜 那我查了一下它是全年最低 那是因為官網上面 滿5000有送花生球 所以我就想說湊枕樹 湊個金額 那因為剛好家裡這一組耳溫槍 這個很多人家裡都有 那我家裡原本用的是這一種 那用了很久 有一天發現怎麼量都量不準 那溫度都偏低 那也過了保固 那我甚至我還自己上網查 要怎麼樣拆解維修 反正我就是弄半天也修不好 所以就算了 生活必需品還是買一買比較快 總之我最後就是下單了這個 肩頸按摩器 加這個鵝溫槍 然後還多送了這個花生球 大概三天就到貨 好 我們就先來看這一組 免接觸的紅外線鵝溫槍 那它是德國品牌 非接觸式的 那你靠近額頭大概1.5到5公分之內 就可以量測你的體溫 那它跟工業用的這種測溫槍不太一樣 它的精度會更高 它的溫度範圍是32度到42.2度之間 那它可以記錄32組溫度 那你按一下 兩秒內就會立刻測溫 大概是1.5公分到5公分的距離 都可以量測 那它跟以前那種要統進耳朵的那種耳溫槍 會相對的溫和很多 那你碰到那種小朋友啦 嬰兒啦 Baby啦 甚至是寵物啦 就比較不會有威脅感 那它用的是2顆的4號電池 那你打開包裝 本身就有附2顆Panasonic的電池 那它有保固3年 算是蠻長的保固 那這一組的型號是TM310 那他們家還有另外一種是 鵝溫加耳溫二合一 不過那個就比較貴一點 反正只是湊金額 好 接下來輪到主角 就是這個肩頸按摩器 我家裡真的很多這種按摩類的產品 現代人哪個人身體不痠痛 那為了這些身體痠痛啊 其實像我就買了很多按摩類的產品 比如說筋膜槍 光筋膜槍我就有3支 那其實筋膜槍打手打腳 這種肉肚的地方都還不錯 可是像脖子背 這種痠痛的地方就很難處理 那每次痠痛的時候 光手要伸到背後 光是要打對位置就很有難度 而且重要的是你打兩下 手就痠了 而且脖子是硬的 你用筋膜槍打脖子 你整個頭都會很正 那就會很不舒服 所以市面上的按摩器材 除了按摩椅之外 真的很少是針對肩頸專用 可是按摩椅又超級佔空間 而且大部分人買按摩椅 最後都會變成衣架 所以我找半天就在找這種 不用一直讓我手舉著 可以用最放鬆的姿勢 就可以按摩脖子的器材 那它的名字叫Medicina NM900 它是無線六合一的 深捏肩頸按摩器 它的質感很不錯 整個就是這種織布的質感 那它裡面有內建電池 那你可以用無線 可以連續的按摩一個小時 那它裡面有三段按摩強度 也可以熱敷脖子 右邊這塊銀色是它的操作面板 在中間這邊是讓你放脖子的地方 這邊有六顆按摩頭 在這邊有四顆大頭 是類似像Ocean那種充細軟頭 那它怎麼用呢?我來示範給你看 當你要按摩的時候 你就像這樣子把它放在脖子上 那旁邊有兩條袋子 只要把它往下拉 它就會更套進更貼整個脖子 那接下來按下電源 它就會開始揉捏按壓 這六顆按摩頭的寬度 是成人脖子的寬度 所以你在按摩的時候 你會明顯的感受到 它是從兩邊開始揉捏加上按壓 那它的頭是軟的 我會感覺它像是師傅的大拇指 而不是指關節 如果你有去外面的按摩店 按摩過 你就會感受到 像是大拇指跟指關節 這兩種的力道 就會讓你感覺有明顯的不同 那我會覺得在脖子的地方 像是大拇指的按摩 那在肩膀的地方有兩個點 就比較像是指關節 那像我的椅子是沒有頭枕的 所以我一般都是直接靠在椅子上 那袋子稍微的往前拉 這樣子按 你一般工作累的 就把它拿起來 碼個十分鐘 就很舒服 然後現在天氣變冷了 它也有熱敷功能 這邊最上面這一顆 把它按一下 然後它就會啟動熱敷 那在正中間這一塊就會發熱 那如果你沒有椅背可以靠 手又不想拉著袋子 然後你要工作的話 那這兩條袋子 也可以像這樣撕開來 往後交叉 像這樣子綁住腰 就可以變成免手持模式 可以邊走邊按 去解放雙手 除了按肩頸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挪下去 按背部啦 腰啦 大腿 小腿 其實都還蠻舒服的 這外層整個套子都可以拆開來隨洗 那如果沒電的話就插電充 那裡面的電池是2200mAh 那續航力可以連續按壓一個小時 那充電大概是4個小時可以充飽 這一組肩頸按摩器啊 我自己目前用的真的是很滿意 應該是我目前買過最推的產品 它真的是解決長期以來 我的肩頸痠痛問題 它的質感不錯 又有無線 然後又有三種模式 還有熱敷 然後質感也很好 真的是很不錯 還很好收納 蠻推薦的真的 好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對這些產品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